中秋节就要到了 无论是做月饼 蒸馒头 做点心 做蛋糕 都离不开奶黄馅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奶黄馅的制作方法 先将10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用打蛋器打扫 然后加入65克白糖 继续搅拌 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奶油的体积开始有些膨胀 用刮铲将溅到四周的奶油向中间集中 然后继续搅拌 分次加入四只鸡蛋 每加入一只鸡蛋后 用打蛋器将鸡蛋和奶油搅拌至充分融合 第二只鸡蛋 第三只鸡蛋 第四只鸡蛋 第四只鸡蛋 直到像这样 然后加入80克奶粉和40克澄粉 改用手动打蛋器将它们搅拌均匀 最终用刮铲将奶糊搅拌至细腻无颗粒状 将奶糊倒入一支金属容器 锅中水烧开,隔水加热,不停搅拌 中途可盖锅一到两次,每次不超过三分钟 要像这样,不断刮起容器壁上已经煮熟的奶糊 搅拌至奶糊成形,最终不粘刮铲 转成中小火 瞧,香喷喷的奶黄馅已经做好了 待自然冷却后,可以做成纯奶黄馅 豆沙包奶黄馅 还可以加入开带即时的板栗 做成好吃的奶黄板栗馅 赶紧试试吧 欢迎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下期再见